同學畫了幾個動點 第一個 輪廓線 尺寸線 標註線 要在正確的圖層 這一定要注意的 這第一個 再來 圖形自己決定沒關係 不用跟老師在投影機上的一模一樣 沒關係 但是你要去表達幾何公差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要去表達 第二個 你要去表達幾何標註 你要去定基準 定相對的幾何公差 這些要定出來 練習這樣的一個模式 然後盡可能做第一次的練習 以後真的有機會做設計的時候 你就敢上戰場 可以試試看這個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普遍的問題 假設你今天用了一個polyline 聚合線畫了這個東西 這是一種 另外呢 你用sprime 123456 畫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你去看一下F2 沒有東西 沒有坐標 怎麼辦 誰告訴我 選取 選取 你看 有人就講出來的list list 選他 選他 選一條也沒關係 兩條一起選 你看 第一個 polyline有沒有 polyline 出離碼子這個不管他 你把這一段 這一段 整個點抓下來 copy到你的script檔案裡面 然後修一修 因為x等於y等於這就不要 只有坐標逗點 坐標逗點 這樣就好 z要不要讓你決定 因為你不是3d 所以z也可以不要 自己修一下 這個就出來了 有沒有 聚合線也有 這樣懂不懂意思 你就打list就可以了 這樣懂嗎 有沒有懂 好 這個就是大家普遍的問題 好 那老師繼續進行下一階段 老師要解釋的這件事情 來 同學看一下這個 這個老師已經把它拖到 那個作業區裡面有個專題4 裡面有這個內容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專題呢 老師是希望你們 有個基礎的設計 然後三式圖的繪製 因為我們要畫一套圖 畫的是2d圖 2d的三式圖 正式圖 左右式圖 上下式圖這樣子 然後尺寸公差跟尺寸 你們自己要定 這樣的話代表每一組的尺寸不會一樣 你就不會去copy了 也不需要copy 因為自己做比較有意思 順便練習一次 再來是團隊研發 本來想每個人一個 現在兩個人做一個 所以你現在開始找你的同伴 同伴 誰跟誰做這件事 一起做這件事情 一個是主一個是輔 主力的一個是輔 全部你換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一定主的分數會比較好 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做主兩個人吵架 兩個都想做主你就找別人 反正一個有主一個福 你們兩個去培養 然後培養工程制圖 清晰完全合理 要練習這個 老師訂的是期末考完成是13號吧 對不對 期末考都是13號對不對 13號結束以後 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 至少三天你可以用 那你要出國去夏威夷 金幣自己留還是什麼 沒關係 反正你就出國 你就早點做完就對了 上傳到作業區就這個地方 老師已經做好了 繳交的內容注意一套圖面 裡面包括2D的組合圖一張應該是一張 零件圖可能有六七個預測 標準件規格單目前判定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然後加工件清單一定會有 因為圖面有六七張就有加工件清單 標準件清單會有因為有螺絲跟墊片 螺絲那些有 所以這個一套圖要出來 那說明一下 就第一個是團隊研發 兩個同學構成 那我們底下有兩個專題等一下解釋一下 你們可以先討論等一下就討論 檢查互相檢查正確性有沒有遺漏 標註畫圖什麼的有沒有遺漏 然後圖成對不對啊清晰不清晰 共同完成就對了 第二個檔案的編碼很重要 編錯就完蛋了 組合圖就是兩個人的學號 後面加1加2這樣子 然後JIG這個是夾字句 夾句字句這個意思 00就是組合圖 01 02 03 04你可能有99張 不太有可能那麼多張 可能到06 07就沒有了 是零件圖 標準件規格單一樣 中間插了一個STD Standard Standard part的意思 然後加工件清單是 part L list的意思 標準件清單是 STD L 是list的意思 所以這樣的一套 那學校醫師團隊的隊長 就你們再去協調 注意事項 尺寸自己定 所以圓件的配合 比如說孔你設定20 軸就是20 你不會孔20軸100 不會這樣子 尺寸要配合對 然後其他的尺寸關係 你們要自己弄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這個 成績 就是請大家全力 因為這個很重要 讓你們練習一次 一次簡單的東西 不是簡單 比較單純的東西 但對你們來說 可能不是很簡單 但是就是盡力的話 整個架構要有 老師要求是架構要有 不必太複雜沒關係 評分的重點 千萬不要copy 千萬不要copy 我們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專題 有沒有看懂這個專題 老師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鬼啊 來 這個地方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往下 往這個方向搬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個形狀 就是頂住這裡 這裡可能有一個弓箭被夾住 就壓住的意思 壓住的意思 就是往上頂壓住 那弓箭沒辦法施力把它 推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fix 一個jig 一個字句的意思 就夾住的意思 那它的動作是什麼 這邊有一個 把手 錐形的把手 有沒有看到 這可能是橡膠 或是幽力膠之類的 這邊有一個零件 在這裡 一個零件 這邊有一支軸 這邊有一支軸 這邊有一個連桿 這邊有一個軸 這邊有一個軸 這邊有一個底座 一個零件 這邊有一個底座 是不是一定長這個樣子 由你決定 你要不要長這個樣子 由你決定 這邊有四個螺絲 底下會有電圈 電圈 老師會把螺絲跟電圈的資料 PO到上課教台裡面 給大家參考 你可以用的東西 好 這邊底下呢 會有一個什麼 防震的電圈 就是下去就壓住電圈 所以高度的設計 此正正地各位要自己定 這是第一個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看不懂 有 哪裡看不懂 往下壓是鬆開 往下壓的時候 這個會往上轉 這個會往這邊拉 這邊往這邊拉 就是鬆開 往這邊拉的時候 這邊擠下去往前推 其實就是一個趨柄滑塊機構 這是一個連桿 這是一個連桿 這是一個滑塊 你們機構學老師 一定會把你們教得很好 那老師教得很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好 沒關係 老師先講主題二 各位才去挑 挑一個就好 一個是單向軸結的字句 第二個 這個先不要緊張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把手 這是一個把手 做旋轉 旋轉 這個地方 這邊有螺紋 螺紋 旋轉的時候會往這邊頂 這邊有個彈簧 彈簧大家應該不容易畫 但是我們習用圓件表示法會畫 教你彈簧畫就是這樣畫就好 好 那你可以畫得複雜一點 完整一點沒關係 好 完整一點畫 很好 好 這個彈簧 所以這邊有個零件叫做把手 這邊有第二個零件 可以旋轉 好 第三個零件 在這裡 它可以一件或是分開兩件 你決定 那這邊第三個零件這裡呢 中間有一個肩部 這邊呢 是軸 這邊是什麼 螺紋 有沒有 好 第四個零件是外面這個 外面這個 套筒這裡 裡面有內 螺牙 然後呢 這邊可以旋轉 好 開始旋轉這裡或旋轉這裡 都可以 好 然後這邊有個固定座在這裡 底座 這邊一個軸往這邊放 中間是夾持 夾持弓箭的位置 好 就是夾持弓箭 這邊的底座呢延伸到這裡 形狀不一定長這個樣子 由你決定 好 大概是這樣的 這是第二個零件 第二專題 具有倒銷的活栓型夾扣 扣夾 那同學 第一個 請同學現在可以 盡量小小聲去找你的同盤 然後你們就去討論 討論一下你們的專題要選 專題一還專題二 尺寸自己決定 同學 同學選取主題一或主題二的時候 選完以後你第一個動作畫組合圖 正式圖 上式圖 又這四圖畫完了 拆零件圖 那老師在我們還有兩堂課 老師會每一堂課都會留一個小時給大家來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趁這個時候先把架構先討論好 兩個同學 老師在的時候可以多給你們一些指導 這樣子 所以回去就要馬上選主題 大概的先草稿首先畫一下 手稿畫一下 乾脆直接上電腦直接畫 畫組合圖 畫每一個零件的三式圖標註 然後盡可能的把幾何公差跟尺寸公差也放進去 盡可能 只要清晰完整 先不求合理 懂不懂意思 先不求合理 請說 組合圖就是 所有零件放在一張圖上 組合圖 老師下次再把那一本拿給你們看 組合圖是什麼樣子 好不好 老師下次再拿來可以 每個零件 上正式圖 又正式圖上式圖都要畫 每個零件 那老師舉個例子 以現在看到的兩個軸 這兩個軸 老師現在看到的 這個軸 跟這個軸兩個是不是一樣 你只要畫一個零件圖就好 可是清單是不是要寫2 對就是這個意思 同樣的零件畫一個圖就好 但是清單要寫數量2 就這樣子 然後老師已經把樣板檔 同學可以上專題式 樣板檔老師已經把四張圖的圖框都放上去了 圖框四張圖圖框都放上去了 其實這個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專題 對各位來說很陌生喔 可是你就做一次 二年級開始你就可以說 我可以畫一套圖了 你就可以跟人家講 就這樣子 螺絲不要畫 螺絲就是標準件清單裡面 老師有講過 標準件規格單是指什麼 要畫什麼 要畫 比如說你買馬達 有東元馬達 有後立馬達 每一家的馬達是不一樣的 形狀不一樣 那時候才有標準件規格單 螺絲全世界都一樣 你只要怎樣 M6x1x20L 全世界買的都一樣 那就不用再畫一張圖了 螺絲是不用畫一張圖的 不用 彈簧可能要 因為彈簧可能是不同的設計這樣 可能要 還有沒有其他的 糟糕 快快快就czę 快快快快快ier 然後再畫一樓 好吃 再來 踩板 好 快快快快快快快 可以